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之所以最重视 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事业的领头羊 它是自由的灯塔 不是有个说法 现在基本上能够坚持 以人权民主自由的理念 对外做外交的 大概只剩下美国了 美国还实实在在的做点事 其他的老牌的民主自由国家 有的只是嘴上说说 并不做真事的 而且对于中国人的政治庇护 大概也只有美国是认认真真的还在做 他真的是关心那些 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的人 由于政治上的不同的意见 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迫害 这样在美国 美国会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这就包括大量的民运人士 法轮功人士 一切的信教的 就是被迫害的 只有美国还认真的这么做 其他的国家像新西兰 澳洲 日本 甚至包括台湾 中华民国在内 虽然也都是民主体制 但是由于他的量太小 他扛不住来自中国的 庞大的 全方位的攻击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有阴的 有阳的 有钱上的 有政治上压力 有联合国的压力 各种压力 所以只有美国是中共认为 它是一个硬骨头 而且它是从立国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理念 它是把美国当成敌人的 这个当然很复杂的原因 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冲突 还有1950年到1953年 在朝鲜半岛打的那一场战争 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 和以中国为首的 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打了一场战争 那个战争最后虽然停战了 但是 但是这个 就好像吵了一架 双方谁也没认错 你知道吧 没有接触敌对状态 它事实上还是一个 就是一个临时停火的 这么一个状态 随时还可以打起来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中国的军队 中国的专政机器 从来都是把美国当成真正的敌人 你像那个小小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根本不值得 有他连提都懒得提 所以真正的 他要渗透的 派大量间谍 全方位的从商业 从学术 从这个民间 政府 包括民运人士里边 甚至法轮功里边 安插了大量的特务 这个是中共认识在做的 一件事 他的目的有很多方面了 主要是要捣毁美国 因为他随时准备 要跟美国打仗 包括不一定跟美国直接打 你比如在台湾 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 中共打台湾是随时随地 准备着要打的 那么唯一的敌人 中共的敌人 就是美国 因为台湾就没有抗自身 没有防卫能力 那么唯一的能够协助 中华民国台湾防卫 打这个战争的 就是现在是那个第七舰队 美国的第七舰队 还在游谊在台湾海峡 那对中共的海军 是一个巨大的阻挠 你真打上去的话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也可以帮一把 朝鲜就更是这个情况 因为朝鲜现在是 现在朝鲜的危机 已经紧张状态 已经超过了台湾海峡了 那个金三胖 现在随时有可能会发疯 他一发疯 他一小心扔出一个炸弹来 那扔到日本也不行 扔到南韩也不行 扔到中国的话 也得都得打起来 所以这个 但是如果一进入朝鲜战场 一进入战争状态 那中国给美国的 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就又变成仇家 因为美国是坚定的支持南朝鲜的 这个非常坚定 从来没有任何含糊的 那么中国呢 虽然说跟南朝鲜的关系有所缓和 跟北朝鲜的关系有所疏远 但是 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支持 支持北朝鲜 而且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边 有好几个 那么直接接受北朝鲜政府的贿赂 他们拿着这个北朝鲜的利益 那他当然还是 他还是帮北朝鲜 那样的话 就进入了中美直接对战的状态 那我们像在美国的华人 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就是马上成为美国人的敌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但是中共在这上面的立场 是非常坚定的 他不会做任何妥协 也不会 不会 不会这个做任何的改变 在这种 这是国家战略上 把美国当成了敌人 有的时候说得出来 有的时候不说出来 外交上他不好意思说 但是你看看国防大学 他们拍的那个教学片 你看看那个总参三部 他们弄出来那材料 全部都是把美国当成敌人 有关这个话题 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有啊 有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就看你敢不敢报了 那个就是这个涉及到 一个中美间谍案 发生在2012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美间谍案 他直接决定了 这个2012年到2017年的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个政治走向 你有没有注意到习近平这五年当中的执政 非常诡异啊 就是一直是这个这个政策上 一直是向文革在倒退 搞的那些措施都是倒行逆施 又是欺卜奖啊 又是抓709的律师 你看看多少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 被因为这是所谓死科律师嘛 他们是顶峰作案 就是要给法轮功弟子辩护 不就是胆子很大 像周世锋啊 他们一大批了 好几百这样的律师全国 全抓起来 而且一直到现在这些律师 因为这些律师有专业知识啊 他们轻易不认罪啊 那么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就失踪到现在 都这个人就失踪了 就被中共像黑社会一般抓起来 蒙上黑头套 关到一个地方 打天天的折磨 把这个倒掉的打 就跟折磨法轮功学员一样的 这些到现在还有不服的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给法轮功辩护 我这职业上没有错呀 他不认罪嘛 他中共现在审案子特别狠 非得要让你当面认罪 而且这个认罪的这个镜头啊 你服输的这个镜头 要上央视播出来 那么就是所谓周世锋啊 胡适跟摩世啊 这个太多了 这样的例子 这就是现在习近平 王岐山 他们所谓反腐 整顿以来 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司法环境 他为什么这么干 你想过没有啊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这么现在难得的这个这个发展 和平发展时期 中国经济有面临着很多问题 房市这么虚高 这么危险 为什么还要搞这个极左的做法 搞这种破坏法治的做法 对吧 那没有人能解释 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有一个解释 就是因为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 2012年 就是王立军投奔美领馆 那个前后 之前几天 中国破获了一个最大的 大概是中共建国以来 最大的一起间谍 就是有一个CIA的间谍被抓住了 这个这个间谍呢 叫这个名字叫李辉 这个这个事呢 非常愤怒 因为这个李辉啊 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很小就到美国留学了 那么他留学过程中啊 他等于是接受的 从中学就接受的美国的教育 对于历史啊 对于中国文化 有这个 他的认识是接近普世价值的 他跟中国的孩子不一样 那么他班上还有一些 中共高官的孩子 他们正好是从小嘛 就是中学同学就特别好 后来中共高官的孩子 毕业之后就回到北京 这个孩子就跟过去了 这个这个孩子跟过去之前 就被CIA吸收了 那他是等于是CIA的一个间谍 去了之后通过这种特别的关系 渗透到中央很高的位置 被这个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 聘用委秘书 你想想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秘书 这个叫李辉 这个事呢 他呢 做的是特别成功 特别漂亮 把中国最高领导人通话的那个红机子 叫做俗称红机子 就是中央领导人通话 这是机密电话 他把里边装上了间谍软件 所以中央领导人的这个通话 全部在CIA的掌握之中 你想想 那么就是后来是到2012年的春节左右 应该是除夕的那天 他在作案的时候被捉获 因为他非常坚定 他也不配合 那么按说一般的间谍被抓着之后呢 是不会枪毙的 没有性能之忧吧 你抓我一个间谍 我抓你一个间谍 然后咱们就战俘交换吧 但是李辉呢 因为特别坚定 最后就是当众枪毙的 就当着这个国家 在国家安全部的大院里边 当着好几十号人的面 当众枪毙 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 就大概是第一次吧 这个事 你要是不信的话呢 你搜一下2017年 也就是今年5月22号 5月22号的纽约时报 他把这个事给爆出来了 就是2017年5月22号 你搜出一篇文章 你搜2017 5月22纽约时报 你搜spy就可以了 Chinese spy 马上就搜出来了 这个是提到了 有三个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 当然是退休的了 把这个消息透露 给了纽约时报 你注意啊 这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五年之前发生的这个事 五年之后 美国才敢报 当然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报 这是不能报的 因为这个太丢人了 那么美国呢 是在这个情报站上 间谍站上 是占了大便宜了 中国啊 也在这个 尤其是在习近 在这个胡锦涛的执政的十年当中 所有的战略部署 就包括核武器的那些位置 导弹发射基地 全部要作废 因为美国全知道了 那么就是这个就涉及到 军事上一个重大调整 就是你中国的这个军事威慑能力 打击能力 完全在美国掌握之中啊 如果朝鲜战争一发生 一紧张的话 中美进入对抗 美国第一轮轰击 先给你和 先把你的核武器给你废掉 中国就完了 你还有什么打的呀 对吧 你所以说这个过去这五年啊 习近平他们就没闲着呀 就是天天在折腾那个军队 把这些核武器还得重新再建 再挪到一个秘密的位置上去弄 这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执政的理念啊 执政的政策 完全是相当于被这个 军方的那些政委 他们那些思想在左右主导 当然是以美国为敌吧 反普世价值 反对司法独立 这全是联合国的东西 但联合国是美国 美国主导的 联合国的这些价值观 就是普世价值观嘛 世界人权宣言 人权公约这些东西 这是全人类的美国挑头搞的 全人类所有的国家都认可的东西 现在中国恋这个联合国的东西都反 公开反对普世价值 这就是彻底倒退了 这就是因为他吃了大亏了 在中美间谍战战争中 吃了一个大亏 所以呢他把这个这股怨恨 仇恨全部加到美国 凡是美国提倡的好东西 他意外反对 打个粗粗的比方 就是美国说 吃肉好吃 吃屎不好吃 屎是臭的 肉是香的 共产党就巴不他说 我偏吃屎 我不吃肉 你明白这个道理吧 这就是过去 习近平执政了以来 这五年的政治环境 和这个军事环境 他的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情报战失守了 他败给了美国 现在美国呢 从美国国家层面 他也是不想惹事 因为占了便宜了 占了便宜之后 他也不怎么说这个事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 美国也就是一家纽约时报 2017年5月22号 有一篇长篇报道 就是模模糊糊的 爆了这个事 你可以读出很多 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来 但是纽约时报 没敢点李辉的名 李辉的名是2012年发生的时候 中文媒体在香港 就暴露他的名字 所以李辉这个名字是真的 纽约时报到现在 都不敢提李辉的名 你明白吗 这个事在中美间谍战当中 美国是占了上风 中共吃亏了 所以前不久 你注意到郭文贵先生 大概是6月份 还是5月份的时候 他不是提出来吗 他接受那个 华盛顿有一个自由灯塔报 比尔格茨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情报记者 比尔格茨采访他 郭文贵揭露 郭文贵说 最近这几年以来 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知道的数据 就是中国帮美国新增派的间谍 就超过一万五千多人 不得了 现在这个 中共对于说渗透西方国家 它的重中之重是美国 永远是把美国当成最重要的敌人 而且美国是他的真正想战胜的一个国家 他战胜了美国之后 全世界都得服他 现在唯一的敢和中共作对的 就是美国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中国最大反对党 李洪宽 我在号召一个中国租党计划 叫三千个县委书记 你搜一下吧 你你要用我的大参考的这个创始人也可以 这个你熟悉吗 对吧 嗯 嗯 那好啊 嗯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好 再见 拜拜 战争状态 那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就又变成仇家 因为美国是坚定的支持南朝鲜的 这个非常坚定 从来没有任何含糊的 那么中国呢 虽然说跟南朝鲜的关系有所缓和 跟北朝鲜的关系有所就是疏远 但是 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支持那个 支持北朝鲜吧 而且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边 有好几个 那么直接接受北朝鲜政府的贿赂 他们拿着这个北朝鲜的利益 那那那他当然还是 他还是帮北朝鲜们 那样的话就进入了中美直接对战的状态 那我们像在美国的这华人 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就是马上成为美国人的敌人啊 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但是中共在这上面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他不会做任何妥协 也不会 不会 不会这个做任何的改变 在这种 这是国家战略上把美国当成了敌人 有的时候说得出来 有的时候不说出来 外交上他不好意思说 但是你看看国防大学 他们拍的那个教学片 你看看那个总参三部 他们弄出来那材料 全部都是把美国当成敌人 有关这个话题 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有啊 有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就看你敢不敢报了 那个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中美间谍案 发生在2012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美间谍案 他直接决定了啊 这个2012年到2017年的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个政治走向 你有没有注意到习近平这五年当中的执政非常诡异啊 非就是一直是这个这个政策上一直是向文革在倒退 搞的那些措施都是倒行逆施 又是欺卜奖啊 又是抓709的律师 你看看多少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 被因为这是所谓死科律师嘛 他们是顶峰作案 就是要给法轮功弟子辩护 不就是胆子很大 像周世锋啊 他们一大批了 好几百这样的律师全国全抓起来 而且一直到现在这些律师 因为这些律师有专业知识啊 他们轻易不认罪啊 那么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就失踪到现在 都这个人就失踪了 就被中共像黑社会一般抓起来 蒙上黑头套 关到一个地方打 天天的折磨 把这个倒吊着打 就跟折磨法轮功学院一样的 这些到现在还有不服的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给法轮功辩护 我这些职业上没有错呀 他不认罪嘛 他中共现在审案子特别狠 非得要让你当面认罪 而且这个认罪的这个镜头啊 你服输的这个镜头 要上央视播出来 那么就是所谓有面临着很多问题 防势这么虚高 这么危险 为什么还要搞这个极左的做法 搞这种破坏法治的做法 对吧 那没有人能解释 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有一个解释 就是因为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 2012年 就是王立军投奔美领馆 那个前后 之前几天 中国破获了一个最大的 大概是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间谍 就是有一个CIA的间谍被抓住了 这个这个间谍呢 叫这个名字叫李辉 这个这个事呢 非常愤怒 因为这个李辉啊 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很小就到美国留学了 那么他留学过程中啊 他等于是接受的 从中学就接受到美国的教育 对于历史啊 对于中国文化 有这个他的认识是接近普世价值的 他跟中国的孩子不一样 那么他班上还有一些中共高官的孩子 他们正好是从小嘛 就是中学同学就特别好 后来中共高官的孩子 毕业之后就回到北京 这个孩子就跟过去了 这个这个孩子跟过去之前就被CIA吸收了 那他是等于是CIA的一个间谍 去了之后通过这种特别的关系 渗透到中央很高的位置 被这个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聘用为秘书 你想想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秘书 这个叫李辉 这个事呢 他呢 做的是特别成功 特别漂亮 把中国最高领导人通话的那个红机子 叫做俗称红机子 就是中央领导人通话 这是机密电话 他把里边装上了间谍软件 所以中央领导人的这个通话 全部在CIA的掌握之中 你想想 那么就是后来 是到2012年的春节左右 应该是除夕的那天 他在作案的时候被捉获 因为他非常坚定 他也不配合 那么按说一般的间谍被抓着之后呢 是不会枪毙的 没有幸运之忧吧 你抓我一个间谍 我抓你一个间谍 然后咱们就战俘交换吧 但是李辉呢 因为特别坚定 最后就是当众枪毙的 就当着这个国家 在国家全部的大院里边 当着好几十号人的面 当众枪毙 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 就大概是第一次吧 这个事 你要是不信的话呢 你搜一下 2017年 也就是今年5月22号 5月22号的纽约时报 他把这个事给爆出来了 就是2017年5月22号 你搜出一篇文章 你搜2017 5月22 纽约时报 你搜spy就可以了 Chinese spy 马上就搜出来了 这个是提到了 有三个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 当然是退休的了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理念 它是把美国当成敌人的 这个当然很复杂的原因 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冲突 还有1950年到1953年在朝鲜半岛 打的那一场战争 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 和以中国为首的所谓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打了一场战争 那个战争最后虽然停战了 但是 但是这个 就好像吵了一架 双方谁也没认错 你知道吧 没有接触敌对状态 它事实上还是一个 就是一个临时停火的这么一个状态 随时还可以打起来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中国的军队 中国的专政机器 从来都是把美国当成真正的敌人 你像那个小小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根本不值得 以太连提都来得提 所以真正的它要渗透的 派大量间谍 全方位的从商业 从学术 从民间 政府 包括民运人士里边 甚至法农公里边 安插了大量的特务 这个是中共认知在做的一件事 他的目的要是要干什么呢 他的目的有很多方面了 主要是要捣毁美国 因为他随时准备要跟美国打仗 包括不一定跟美国直接打 你比如在台湾 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 中共打台湾是随时随地 准备着要打的 那么唯一的敌人 中共的敌人就是美国啊 因为台湾就没有抗自身 没有防卫能力嘛 那么唯一的能够协助 中华民国台湾防卫 打这个战争的 就是现在是那个低西舰队 美国的低西舰队 还在游异在台湾海峡 那对中共的海军 是一个巨大的阻挠 你真打上去的话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也可以帮一把 朝鲜就更是这个情况 因为朝鲜现在是 现在朝鲜的危机 已经紧张状态 已经超过了台湾海峡了 那个金三胖 现在随时有可能会发疯 他一发疯 他不一小心扔出一个炸弹来 那扔到日本也不行 扔到南韩也不行 扔到中国的话 也都得打起来 所以这个 但是如果一进入朝鲜战场 一进入战争状态 那中国跟美国的 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就又变成仇家 因为美国是坚定的 支持南朝鲜的 这个非常坚定 从来没有任何含糊的 那么中国呢 虽然说跟南朝鲜的 关系有所缓和 跟北朝鲜的关系 有所就是疏远 但是 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 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支持 支持北朝鲜 而且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边 有好几个 那么直接接受 北朝鲜政府的贿赂 他们拿着北朝鲜措施 都是倒行逆施 又是欺卜奖 又是抓709的律师 你看看多少 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 因为这是所谓死科律师 他们是顶峰作案 就是要给法轮功弟子辩护 就是胆子很大 像周世锋 他们一大批了 好几百这样的律师 全国全抓起来 而且一直到现在 这些律师 因为这些律师 有专业知识 他们轻易不认罪 那么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 就失踪到现在 都这个人就失踪了 就被中共 像黑社会一般 抓起来 蒙上黑头套 关到一个地方 打 天天的折磨 把这个倒掉的打 就跟折磨 法轮功学院一样的 这些到现在 还有不服的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给法轮功辩护 我这职业上没有错 他不认罪 他中共现在审案子 特别狠 非得要让你当面认罪 而且认罪的这个镜头 你服输的这个镜头 要上央视播出来 那么就是所谓周世锋 胡适跟摩世 太多了 这样的例子 这就是现在 习近平 王岐山 他们所谓反腐 整顿以来 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司法环境 他为什么这么干 你想过没有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这么现在难得的 这个发展和平发展时期 中国经济有面临着很多问题 房市这么虚高 这么危险 为什么还要搞这个极左的做法 搞这种破坏法治的做法 对吧 那没有人能解释 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有一个解释 就是因为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 2012年 就是王立军投奔美领馆 那个前后 之前几天 中国破获了一个最大的 大概是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间谍 就是有一个CIA的间谍被抓住了 这个间谍呢 叫这个名字叫李辉 这个事呢 非常愤怒 因为这个李辉啊 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很小就到美国留学了 那么他留学过程中啊 他等于是接受的 从中学就接受的美国的教育 对于历史啊 对于中国文化 有这个 他的认识是接近普世价值的 他跟中国的孩子不一样 那么他班上还有一些中共高官的孩子 他们正好是从小嘛 就是中学同学就特别好 后来中共高官的孩子 毕业之后就回到北京 这个孩子就跟过去了 这个孩子跟过去之前就被CIA吸收了 那他是等于是CIA的一个间谍 去了之后通过这种特别的关系 渗透到中央很高的位置 被这个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 聘用为秘书 你想想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秘书 这个叫李辉 这个事呢 他